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满的少女气息 那么40岁的女性如何穿装百折裙不装嫩呢 个人形象风格很重要 一 百折短裙类型 如果你跟王兴玲一样 即便是40岁的年纪 依然有着一张娃娃脸和较好的身材 那么百折短裙对你来说 根本不会有强行装嫩的感觉 而且穿上去依旧是少女感满满 王兴玲的面部软组织看上去比较饱满 当她扎起刘海 高马尾 发型时 那么活泼 有元气 搭配上白色针织开衫 衬衫以及灰色条纹百折裙 显得简约又有个性 超短的裙摆把她那白细 纤细的眉腿线条展露出来 配上黑色高帮马顶靴 增高又显瘦 夏天穿这种A字版型的高腰百折裙 最为简单的搭配方式 就是上半身选择一款白色映画T恤 T恤宽松的版型 也可以很好地给人一种休闲感 脚上搭配上黑色厚地皮鞋 以及白色高帮长袜 这样穿既简铃又显腿长 Andra Baby的这一身搭配 和王杏林的造型有些相似 利用灰色针织开衫搭配白衬衫 以及灰色高腰百折裙 短小的针织开衫 比较有利于修饰身形 配上黑色版型的短裤 短裙又能够削弱胯宽的问题 Andra Baby脚上搭配了一双 白色厚地运动鞋 这样穿十分个性休闲 50加1能进的这套机场搭配当中 选择白色针织短袖 配上黑色白折短裙 以及长筒靴 这样穿既绣出了好身材 又显得女人味十足 短裙裙摆和长靴之间 露出了部分白细的大腿肌肤 显得诱惑感十足 黑色短细服 配上黑色白折短裙 短裙的裙摆 采用了不规则的剪裁设计 一部分的面料比较平整 而另一部分则是具有褶皱感 这样看上去非常有个性 配上黑色高帮反部鞋 休闲又时髦 14岁如果是酷个儿 又带着一点小可爱 这种一身黑也是相当不错的 二 过膝百折半裙搭配 如果你是张线比较成熟稳重型 又不太喜欢膝盖以上的裙子的话 那么选择过膝百折裙 绝对是没有错了 这个长度的百折裙是最不挑人的 而且知性大方 许多到了40岁的女性 不想穿得那么花巧 艳丽 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 粘红色同色系半裙搭配 利用粘红色衬衫短袖 配上棕红色高腰百折长半裙 这样穿既优雅又大方 还特别显白 除了可以用衬衫配上百折裙半身之外 还利用这种带有蝴蝶绣设计的 针织长袖 配上粉色高腰百折半身裙 也是那么名言动人 脚上的白色镂空高跟鞋 也是优雅魅力的凸显 何必大家在夏天都不想穿得那么厚重 这种面料轻薄透气的 纱织摆着半身裙 满足了清凉透气这一需求 配上简约的白T和针织披肩 优雅又时髦 很多长款半裙的裙摆长度 已经超过了脚踝位置 虽然这样不利于拉长腿长 但是可以挡住腿粗的问题 配上涂色T恤以及肩头粗跟凉血 低调又大气 这款绿色百折半身裙 裙摆部分采用了长短步骑的剪裁 不会给人一种磁板沉门的感觉 配上紫色高跟鞋以及棕色衬衫 简约又优雅 秦蓝一直以来以不老女神著称 穿上浅粉色衬衫 配上涂色百折半身裙的她 温柔知性 满满的少女气息 搭配上下培鞋 减铃又休闲 这套藏青色无袖针织衫 搭配灰色高腰百折半身裙的造型 比较适合低调又有品味的女性 这么穿既显得稳重又凸显高级感 不管是百折短裙还是过细百折半裙 富有规律感的褶皱设计 都能给我们的穿搭带来唯美 挑衣的感觉 增添浪漫感 距离乘风破浪总决赛越来越近 姐姐们也随之人气爆棚 虽然哪几位姐姐将最终成团 还是个迷 但时尚圈向来是最敏感的 近期浪姐扎堆上时尚大看封面 暗暗较劲 谁的资源好 一目了然 Tunes和张天爱最受宠 Tunes身后合体上了 瑞丽一人风尚和瑞丽服饰美容 两个封面 张天爱更是封面收割机 密集封灯 瑞丽服饰美容 瑞丽一人风尚 OK精彩 费加罗乃士 杂志上多了 撞山在所难免 但像张天爱和阿娇这样 一连撞了三次的也是少见 难不成他俩是同组先PK起来了吗 第一回合高定婚纱 PK结果阿娇胜 乘风破浪发布第五次公演海报 以公路电影为概念 张天爱穿着一席高定婚纱 坐在摩托车上 有些电影天悠有情中 无牵连的感觉 而这套衣服阿娇前几天 在瑞丽服装美容 八月看封面上穿过 阿娇站在秋千之上 更展示出博纱的飘逸和柔美 对张天爱的黑白照片 彩色更能体现出 这件婚纱的细节和渐变色 这一局阿娇略胜一筹 第二回合 皮革胸衣 拉链装饰半身裙 PK结果张天爱胜 早在乘风破浪开播初期 Tunes和张天爱就分别登上了 瑞丽衣人风尚 和瑞丽服饰美容 而且还撞衫了 张天爱穿着黑色皮革胸衣 黑色拉链装饰半身裙 黑色靴子 画着烟熏装 好身材一览无余 阿娇则在外面套了一件外套 虽然是掺造模特的穿法 但是比起张天爱 难免是显得不自信了 这一局张天爱完胜 第三回合 银色金属材质 母胸连衣裙 PK结果平瘦 阿娇在瑞丽服饰美容 八月看的另一个封面上 穿了一件金色 银色金属材质 母胸连衣裙 性感又不是纯真 与阿萨的中性装版相得一张 阿娇的整体感觉很出彩 充分展示了这条裙子的质感和灵动 无独有偶 张天爱在费加罗南市内夜 也是穿了这件银色连衣裙 且穿出了灵魂 兴起十足 充满时尚感和未来感 有趣的是 宋谦也穿着她登上Ella 八月看封面 但是搭配了高腰牛仔长裤 大腰带和帽子 穿搭显得多余而笨拙 在宋谦的衬托下 阿娇和张天爱怎么看都舒服 可以走性感成熟风 并没有得到大众的喜好 此后 王兴玲的作品就一直延续着 天心教主的形象 其实王兴玲40岁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翻红之后 在接受采访时 坦然说 就算老了 80岁处着拐杖 被称为天心奶奶也是很好的 这说明她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目光 跟从本心 而如今 鱼网袜造型更是向大家传递出 谁说女孩只能一个风格呢 不管是十几岁还是40岁 都要穿自己想穿的 勇敢表达就好了 不被定义的才是风格 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